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大家好 我叫Robert Young CPA 洋光美会计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 炒股票 怎么省税 OK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碰到的一些话题 我们分两大块好不好 你炒股票 你可能就是正常 就放到股票市场或买Mutual这样炒 对不对 另外一种新的做法就是 我利用我的退休计划 像我IRA SafeIRA 或Defined Bending 在炒股票 这是两个不一样 Right OK 我们先讲如果放在IRA SafeIRA 他们状况是怎么样呢 甚至刚刚之前提到RAFIRA 又是怎么样呢 我先讲这一块 如果你今天 就是用IRA Traditional IRA 它叫传统性的IRA 还有SafeIRA Defined Barrier 这种都是从当年度 你的收入就可以抵税 对不对 然后接着你把抵税的钱 然后就放到股票市场去 对不对 它这种的话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抵税 对不对 所以将来拿出来 就百分之百要交税 OK 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 另外有介绍那个RAFIRA RAFIRA RAFIRA因为你现在不抵税 OK 这样你放到股票市场 没人这样滚以后 你符合它规定 一定要过五十九岁半 那这个RAFIRA要超过五年以上 那么你这个百分之百赚的钱 将来百分之百都不用交税 所以这又分两大块 OK 那RAFIRA 大家就清楚了 对不对 既然我现在 没有没有涨太便宜 对不对 那因此将来我拿出来 它就不打税 对不对 OK 这就是我们吃甘蔗 对不对 先吃甜的 那将来 再去吃 比较苦的那边 还是你要先吃苦的 再吃甜 只是时间当颠倒 对不对 所以RAFIRA有点是 你先吃苦的一桶 然后越吃越入味 越来越甜 有点像的 那像这个 将来如果到五十九岁 八分六十岁 七十岁 你开始要拿 这种有抵税型的这种 RAFIRA 或SIPRAFIRA 你要怎么拿呢 一般我们是建议客户 你不要一次性前拿 一次性前拿 现在最高税率 可以到三七% 那加多了十三% 你五十百元就干 辛苦一辈子要这样干 对不对 你怎么会建议说 你要懂得要叫化整为零 我不要一次性拿那么多 对不对 我可以每一人尽量规划 因为这样 比如说夫妻免税在两万四里面 如果我能规划 在两万四以下拿 那也交不到税 是不是这样 或者你ITMINE打钱够高 这以下就交不到 因为等到退休的时候 你可能什么薪水什么都没了 现在拿中退休的RAFIRA 因此可以规划一下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说 你可以发整为零 不要一次钱拿 就分批这样拿 把你税率降到最低 所以我是建议说 对这种 可以抵税型的RAFIRA 或Defined Bennett的一个建议 OK 这个边还有一个 上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假设说 你这个RAFIRA 你有时候说 你是善心人士 对不对 你想要做一个 donation 我刚才不是讲吗 那 donation的话 你甚至可以再 把这个RAFIRA 就是donate的一个慈善机构 那当一度就不当收入 来打税 所以如果你有考虑到说 反正我本来要donate 那做法就是 直接把RAFIRA的钱 直接donate给一个慈善机构 而不是说说 我先把RAFIRA的钱 先拿出来当我收入 再去做donate 那效果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省税的方式 OK 所以我把 就是说你如果钱是放在 退休计划 这方面先跟大家解释 讲清楚 对不对 好 那大部分的人我想 他们以前都是 有多余的钱 或者是干嘛 做一个 他放在股票市场 那这个他们 这块的规定又是怎么样呢 他是这样 如果你是正常的投资的话 他是说 你一年 做一个期限 如果你这个股票持有期间 超过一年以上 那就把它卖掉 他就叫long turn cap again 长期资本利得 OK 那税率就会比较好一点 假设 第一年下 叫做short turn cap again 那税率就会比较高 那这个税率有差多少呢 先讲到long turn cap again 在目前的税法是说 如果你夫妻收入 就是你卖到股票 再加上你其他的薪水收入 加起来 如果 应该是在40万做一个门槛 40万以内的话 那么他可能用最高税率 你联邦15%来打税 那超过的话 可以用20% 所以说 这个long turn cap again的话 基本上 了不起 我想联邦是20% 加州 加州是最高13% 所以 有些long turn cap again的话 联邦跟加州 加起来大概是三分之一吧 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个 那这个long turn cap again 如果你做一下 很好的税务规范的话 对不对 比如说你其他的收入 尽量当年度减少的话 很可能 有15% 他可能可以降到 只剩下 比如说10% 5% 剩0 所以要跟你 税务是好好规范 因为 他long turn cap again 他有一个很unique的地方 他基本上给 每一个单身 旧税务是差不多 三万七的一个免税额 他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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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就说 你个人的税率是多少 你就按照税率再打 那就很惨 就比如说 我今年个人的 薪水还有其他收入 加起来 我爬到最高的税率 37% 那你这个short turn的话 就要使用37%最高税率 再打 加做13% 那就一半不见了 因此你要看当年度的状况 比如说short turn 被避免不了 你就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规范 那short turn的话 他基本上 因为我想美国政府 他是为了要尽量 维持股市的稳定性 所以他就比较 专门专门投机性的这种投资 所以说 你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除非你有保握 OK 除非说 你以前曾经有很大的亏损 capital loss 那今年可以带过来 正老金人赚了钱 可以互相抵消掉 那你可以这样做 否则我不建议说 你做了很多short turn daily trade 那一种 你要好好的规划 或者你那个cap game的税率 会跟你个人的税率一样 可以爬到37% 这么高 当然还有其他的规划方式 你如何把其他的收入 把它尽量降低下来 那也许把short turn cap game这个比例 就尽量拉拉拉下来 那是有可能的 也可以说 最高百分之37 如果还有规划 也许可以降到百分之20% 这都有可能 就是说 所以物种规划 又是科学又是艺术 所以看你的会计是要怎么帮你规划 我们刚才讲赚钱 那你亏钱找办 亏钱是这样 就看你是先亏还是后亏 比如说 状况一 比如说你2008以前 你曾经 赚了很多 因为股票不是一直涨吗 比如说 我就有客户 他曾经一年度赚了 一百万两百万 我这个不得了 那 他很多都短期 因的 他那种税率 交到三十几% 对不对 OK 那当然都必须交嘛 对不对 结果呢 2018 他 亏了 他亏了一百多万 请问 你可以 这亏了一百万 记忆 把以前 你赚了库箱底吗 yes no 他税网都很no OK 所以要看你是 先赚先亏 如果亏在后面的话 你是没有这个潜力 去抵以前赚 不行 所以说 他当年度就 亏了一百多万 结果这亏一百万 这不达钱 他还进一步先说 你当年度亏损最多值 就是引起抵三千块 抵三千块 那剩下的 就是七万 这亏损 要带到未来 十年 二十年 慢慢把它用掉 OK 所以我就碰到这种现象 OK 那状况二 假如说 他在 那个 22008 他亏损 对不对 亏了一百万 对不对 然后2009 2010 下一年度 他大赚一百万 请问你 这个208的亏损 可不可以抵 209 201年 赚了一百万 可不可以 答案是 OK YES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看你亏是之前 还之后 所以说 你那好好的规划 都可以 怎么弥补回来 这边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Trick的地方 你常常在报税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 他那个 Statement上面 有秀出一个叫 Wash Sale 我小代也没注意到 虽然我不是 那个 投资专家 当然 我们报税 Wash Sale Wash Sale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 比如说我有 Apple Computer 对不对 股票 我看Apple Computer 在跌跌跌跌跌的时候 我敢抛售 抛售 那结果呢 在Satement 他说 Apple Computer又回来 我就把买回来 买回来 这个 他的 在睡网上 他说 你这叫Wash Sale 就是你把 亏跟 赚要Wash 嘛 他 Limit 就是说 你这个亏损 当年度 不能马上使用 我有看到 你的客户 所以说 你要蛮注意 就是说 你如果 有像这种现象 你千万不要 充那么忙 抛售 抛售 然后又再生年 又把它买回来 这个是 冰家大忌 要特别小心 但是 你可以换个角度说 我今天Apple 抛售的 Apple相对的 其他的 手机 对不对 如果 公司他有赚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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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 手机 公司 很多 其他像LG 他如果在美国上市 你把它买回来 这个就可以 避到Wash Sale 的一个规定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他股票投资 你要制造他的 sale guideline 不要 怕他的物累器 结果 本来可以抵税 结果他说 你百分不能抵 结果还倒交税 所以我 要跟大家分享说 你做trade 这种彼此 要蛮小心 那 中文来 在讲美国政府是比较鼓励 长期投资的 刚才跟他讲 你长期投资的话 你的 你的税大概15% 还有20%之间 对不对 他 这个有一个笑话 跟大家分享 你知道 那个我们的股神 Warren Buffet 他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交的税 比我的秘书还低 这个 怎么可能 原来 就是 因为Warren Buffet 他就是 看好一个股票 基本没有 就是长期股有 对不对 看他的历史 像Colcola 他说长期永远20% 结果他就想说 最高税率 给到20%的规定 来 然后他就说 那他的秘书 领高薪 又怎么样 对不对 可能税率可以跑到 30% 或更高 他只用20% 这样 他说 哎 我这长期现在 我的税都省掉了 所以说 你如果懂得善加利用 你要换位思考说 我要如何 用这投资性的收入 达到更高的省税效果 像王法人家就思考 我身边利用这机会 跟大家分享 美国的收入 它是怎么归类 美国的收入 它是做 我们垃圾分类的 他的收入 基本上 可以说有分四大 四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叫 alternate income 就是active income 就是 你那个流血流汗的 赚的假象 W2啊 还有1099 就是说流血流汗的钱 对不对 这是第一大类 那这个税率都是最高 大家知道 就跟王法人家会讲 他秘书一样 那第二大类的收入 它叫portfolio income 就是投资性主额的收入 比如想看 股票赚的收入 还有利息收入 都算 投资性主额的收入 那这个第二大块 如果你懂得利用 那long term的方式 那你税率可以 可以控制这个风险 OK 那第三大类 它的收入叫做 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 就是我们 欢迎成中的就是 消极性的收入 一般你是 投资在房地产 这个收入叫passive income 因为 你没有做太多什么 人家时间到 就交房租给你 交中研 passive income 这是第三大类 那第三大类 之前有跟他介绍 你要去看 你收入没有超过 15万的规定 还有 你是不是 recept profession 等等的规定 那第三大类 就是 认识其他的收入 包括 什么 像 那个 你 退休 计划 不是 就是 就是 有些人不是退休吗 从 那个 social security 拿到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都在规划 这个范围 或者其他 杂集杂象 所以基本上 美国他的收入分 分这四大项 因此 你要如果利用 每一大项 做适当的规划 或甚至从 某一项 移到另外一项 那你税 可能会规划 出来 结果不一样 这就是说 因此 我一直在强调说 美国税务规划 这一块是 既是科学 但又是艺术 你要懂的 如果把这个收入 做无鬼搬砖 放到市场地方 你比税就省很多 好 谢谢跟大家分享这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